第五百八十一章 给市场煽风点火 小说都重生了谁谈恋爱啊 作者错哪了 期末考试很快就开始了 而在这五天的时间内 很少有大学生浪得起来 每一个几乎都是又困又凝重 有些呆暂时戒掉了哥哥 每一课都考得很好 有些狗被开了绿灯 虽然啥也不会 但演得跟真的一样 有些少爷脑子里都是铠甲合体 与此同时 饿了不和快点餐等同时发力 不断地招募着骑手 踏出了离开初创城市 迅速攻略周边城市的扩张之路 从老家到航程工作的伟大军 曾是一个租房公司的员工 但就在上个月的月初 公司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 于是他从十二月份就失业到现在 眼看着房租都交不上了 他整个人都异常焦虑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他被同乡的朋友介绍 到了饿了不 注册成了兼职棋手 其实为大军一开始是拒绝的 因为在他看来 送外卖这个事太low了 他怎么说 也是本科毕业的正经大学生 去做这种事情 那不是有损身份吗 眼看着马上要过年了 回家怎么说 找到工作了吗 找到了 我现在给人家送外卖 这要是传出去了 估计村子里那些人又会说 看他爹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供他考大学有什么用 最后还是去干这种活了吧 不过为大军最后还是去了 不为了别的 因为房东开始骂人了 而且饿了不给的 着实有点多 准备个电动车 最好多配两块电池 跑的时候留在店里充电 哦对了 你还有认识的朋友吗 叫他们一起过来 还缺人吗 缺呀 缺得海了去了 拉一个人过来给100块钱介绍费 为大军咽了下口水 打开了公司的群聊 有想做兼职的吗 只要勤快一些 一个月差不多能赚四五千 四五千这个数字 是为大军跑了一天之后 经过今日份的收入 乘以30得出来的 这也是饿了不得聪明之处 他和快点餐不一样 不给底薪 但配送费极高 将每日的收入 都时时反馈在后台 真的很容易刺激到 骑手的积极性 让骑手觉得前途无量 四五千 大军你别吹牛啊 什么兼职这么赚钱 配送员 搬货的那种吗 累不累 我从小没干过苦力活呢 不算累 也不搬货 就是有点风吹日晒 他们本来的工资 其实也就三千五到五千之间 听说有兼职能赚到四五千 立马就有人开始回应了 群里一共17个人 除了三个已经找到工作的之外 其他人的意愿十分强烈 直到三分钟后 原公司老板在群里发了个问号 大家忽然静声 虽然已经离职了 但是老板的威严还是存在的 伟大军本身就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此时忽然看到原老板出现 不免有些紧张 军哥 什么兼职 带我一个行吗 我他妈都要成老赖了 航程的骑手团队是就这样 在拉人给奖金的套路之下 逐渐建立了起来 随后 饿了不又转头去向精灵 开始两端发力 而快点餐 则从京都开始 建立团队后 开始向南发展 在这个阶段里 行业初始状态下的野蛮生长 被发挥到了极致 因为国内的市场版图很大 也就意味着蛋糕很大 短时间内 订餐行业不会出现多家 并争的局面 于是 向外的过程 如德福一般丝滑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学生群体和白领群体 在行业的成长期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根据鄂勒布的统计 在所有的订单当中 这两个群体 占了全部订单的80% 除此之外 专门做夜宵的平台 在初创的取得成功后 也开始经营起了三餐配送 还有专注职场人的 专注大学生的一些订餐平台 也在努力地拓宽自己的业务面 等待资本进驻 但外卖行业 终究没出现团购网那样 一夜崛起千家的现象 因为相对于团购来说 外卖行业的门槛 确实相对较高一些 团购这玩意儿 建个网站就可以做 只要拉来足够的商户 谈好低价 就能做大 但外卖行业起步 就要先雇佣一定数量的骑手 组建专门的团队 才能开展业务 所以随心团点火 以至于千家并争的 大战局面并没出现 在这段时间里 江老板一直在关注这个行业 私下里操碎了心 甚至在头条号 注册了个绝代商交的ID 每天为这个行业送出关心 外卖行业潜力巨大 骑手数量将成为 后期发展的关键 外卖行业多家并争 一线市场占有率的高低 将决定成败 互联网风口又起 速圈成事才是发展王道 互联网商业 烧钱换速度是基本法则 不怕烧钱才能脱颖而出 几篇文章被迅速推送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 打呀抢啊烧啊的味道 很快 这几篇文章就被百度新闻 UC头条 腾讯新闻 新浪微博迅速转载 在外卖行业还在起步阶段的时候 已经开始营造一种盛世氛围了 妈的 这些老狐狸 江秦推开键盘 知道大厂目光已经开始聚焦了 要不然的话 自己这几篇带着诱导的文章 不会这么快地被转载过去 这么一看 想炒热这个行业的大有人在 而事实也却如江秦所料的那样 虽然饿了不得计划书 在阿里新任投资经理李长明那里没过关 但随着头条的大肆宣传 却逐渐进入到了马老板的法眼 他一直都想找一个全新的突破口 来进入到本地生活领域 搞一下拼团 现在看到外卖这个行业 他觉得机会也许到了 李长明也是个聪明人 一看到老板这么上心 立马就把之前丢掉的 饿了不发展计划书给找出来了 老板 其实我早就开始关注订餐平台这个行业了 有联系过合适的企业吗 还没 我回去之后 马上去联系一下 日子 飞速流逝 新闻接连不断 外卖行业越发的红火了起来 有一些上班族 逐渐养成了离了外卖不能活的心态 这其实和国内的工作福报是有关的 职场狗虽然有午休 但大部分人的午休 可能只有两个小时 甚至一个半小时再磨蹭一会 开个会 可能连一个小时都不到 再加上吃午饭 想睡个午觉就很难了 网上好多专家都说 45分钟是最佳的午休睡眠时间 但这个最佳 在多数职场狗的眼里都是放屁 别说45分钟了 有些人的精神疲劳 就算睡一个小时45分钟都缓不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 提前点外卖 下班立马吃 吃完赶紧睡觉 逐渐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常态 这是微观方面的发展 叫做习惯养成 而在宏观方面 出自江琴之首的那几条新闻 确实起了作用 快点餐开始瞄准了户上的市场 准备和饿了不碰一碰 这叫发展方向 然后 就是等待 等待市场的开始出现纷争 江琴觉得 市场如果不争斗 就没办法极限成长 因为只有争强的时候 平台之间的烧钱行为 才是最狠的 成长也是最快的 就像是当初团购大战疯狂烧补贴一样 消费者的习惯迅速养成 行业无限壮大 最终融合成一个成熟的市场 老江 你期末考试又不用真考 整天做出一副认真严肃的表情做什么 我 在引导一个行业的成长 改变你们的生活 1月17日 期末考试彻底结束 学校里涌现出一波放了圈的大学生 上网 开房 连睡一天一夜嘛 所有人似乎都在狠狠报复之前的一周 而冯南叔则一路小跑着 站在表情高冷的江晴身边 他今天穿了一件黑色高腰牛仔裤 衬得身材玲珑紧致 小屁股挺翘 腰肢还纤细如柳 但是高冷的江晴一眼也不看 就像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正人君子 眯着眼睛 任由小富婆在他面前跑来跑去 天天学习就好了 别要好朋友了 好朋友影响学习 哥哥 我以后再也不学习了 江晴一脸严肃地看他一眼 我长这么好看 你就不怕这半个月被别人交了朋友 高文慧和王海妮在后面看着他们俩 心中忍不住按道一声幼稚 不过幼稚归幼稚 倒是好客的一批 以前的两个人分开 都是有事情要做 而且离得比较远 也没那么强烈的思念过 比如江晴 有时候出差 有时候开会 冯南叔呢 之前就是因为奶奶的寿宴去了户上 隔得远了 想见也见不到 但这次就不一样了 在一个学校里 偏偏忍着不见面 可算是把两个人折腾坏了 冯南叔这两天说梦话 全都是 是在叫江晴 四个人一路往前走 抵达食堂门口 而此时的江晴 还在给冯南叔科普 好朋友长这么好看 不看得紧紧的是有多么的危险 小富婆则越听越害怕 最后唬着个小脸 把锅都甩到了高文慧的身上 说他兼弓兼得太严格 本章完 第582章 南叔家的 小说都重生了 谁谈恋爱啊 作者 错哪了 考完也就意味着放圈了 脱江的野马们 下午也没事做 直接就在宿舍趴窝了 曹少爷倒是一改常态 又梳头又换衣服的 最后来到江晴旁边 老江 你去市里吗 怎么了 看着明天就放假了 请我吃饭 别说那不吉利的话 主要是明天就回家了 我和丁雪打算 下午出去逛个街 想着蹭你车 江晴喝了一声 我这么爱你吗 不去 明天开车回家 我今天下午要好好休息 不过江晴的话刚说完 之前元旦包饺子的群里 就有人喊着 去市里逛街玩 问有没有搭伙的 冯南书忽然就冒泡了 问商业街好玩吗 还问商业街有没有烤地瓜 最后说 商业街听起来真好玩 但是他不能去 还说 哥哥有一天会带他去的 然后高文慧和王海妮 就在下面疯狂爱特江晴 默默窥评的江老板 看完之后 就眯起了眼睛 心说 这是三个人在打配合呢 还是高文慧和王海妮瞎起哄吗 这要是打了个配合 那他的小富婆就太机灵了 走 去市里逛街 曹少爷刚围上围巾 听完后一愣 你不是不去吗 江晴看他一眼 因为我爱你 卧日 我有点感动 但是你不会开了一半 忽然趁我不注意进了加油站 又问我是不是刚好有现金吧 哼 有点涨金啊 但是我不开车 曹广宇愣了一下 为什么 江晴下床开始换衣服 坐不开 坐公交吧 冯南书也要去 高文慧和王海妮 估计也要跟着 曹少爷眨了眨眼 才明白过来 这他妈是爱我吗 这是爱冯南书啊 等来到女生宿舍楼之后 已经早早等在下面的冯南书 正在犯傻 眼神呆呆地 站在没了夜的法童下 静静地看着窝在对面 长椅上的流浪猫 橘色的阳光洒落 明晃晃地洒下 让整个宿舍楼之间 半明半暗 那只肥嘟嘟的猫咪 就窝在椅子上 优雅地梳理着自己的毛发 冯南书走过 摸了他一下 然后蹲在地上 自言自语 大概是在问他 有没有哥哥 哥哥带不带你 出去玩之类的 江晴此时 已经到了金融学院的 女生宿舍 喊了他一句 小富婆的眼神 瞬间就活了过来 拍拍妈的脑袋 然后小声叫了一句哥哥 你是故意在群里表现出 自己很想去商业街的事吧 友情绑架我 我没有 冯南书一下就钻进江晴的怀里 江晴捏住他的小嘴 咱俩谁聪明 冯南书嘟着嘴 你聪明 我傻 你有没有骗过我 从来没有 冯南书这次一点也没心虚 因为他真的没骗好朋友 高文汇和王海妮 想在放假前去逛街 又不想坐公交 才瞎起哄的 当然了 他也有一丢丢想被江晴看到 然后带他去市里溜 但绝对不是聪明 两人正说着话 就见高文汇他们 呼呼啦啦地跑了下来 王海妮看样走得挺急 一边下楼 还一边在穿外套 江晴看了他们一眼 这么着急做什么 怕晚了 蹭不到你的车呀 那就不用担心了 我还得等个人 咦 除了冯南书 谁还能让你心甘情愿地等啊 江晴呵呵一声 公交车司机 听到这句话 高文汇和王海妮 瞬间垮了个逼脸 没想到慌慌忙忙下来 竟然还要坐公交车去 半个小时之后 一行人来到了商业街 和群里那些要要逛街的大部队 以及曹光宇和丁雪他们会合 这一行人 大概有个十四五口吧 聚在一起到处乱逛 江晴对女士鞋垫情有独钟 每一家都要带冯南书进去试 还要亲自给他穿 见到这一幕 一起出来逛街的女读生 忍不住打了自己的男朋友几下 心说你看 人家这么大的总裁 还能体贴成这样呢 但现场也只有高文汇和王海妮清楚 江总这是一点 也不放过 玩冯南书小脚丫子的机会 不过 看着江晴那异常温柔的眼神 还有那宠溺的表情 高文汇和王海妮也不是很确定 他此刻是宠冯南书多一点 还是喜欢玩脚多一点 哥哥 去那里逛逛 十只黄昏 整条街都逛遍了 冯南书忽然指了指对面的一家特产店 看向江晴 江晴愣了一下 去那里做什么 给二奶奶 六婶 二叔 三大爷 舒婷姐 还有大舅 二姨 小姨他们买点礼物 还有三大爷的事 自打你进门 呃 我是说 自打你住在我家 三大爷可没少发了财 冯南书扬起小脸 可是三大爷是好人 他喊我江晴家的 江晴眯起眼睛 以后要是不搬走的话 三大爷怕不是要因为这四个字 富贵一生了 随后 一行人分开 大部队去别的地方逛 而江晴则和冯南书 去特产店挑了礼物 小富婆是真的不怕花钱 什么贵挑什么 还不允许江晴帮他付 看他平时挺乖巧的 但有些事情上 这丫头也是挺执拗的 这大概是因为 他觉得 如果江晴付钱 那就不算是他送的了 不过江晴倒是暗自吐槽 心说你不是 一直说自己是我家的吗 怎么又不舍得花我的钱了 我赚了那么多钱 我爸妈才能花多少 你再不花 赚这玩意儿 有什么意思 最后 什么糕点 茶叶 酒水之类的 两个人买了好多好多 根本踢不动的那种 最后只能留下地址 让人送到了林大的门卫视 然后两个人就去了 媚业KTV和大部队会合 此时的高文会 正在举着麦克风 刚好玩一首 向天再借五百年 见到江晴进来后转过头 江晴 你要不要来唱一首 来一首周华健的 朋友 我要和人激情对唱 曹光宇文生松开了丁雪的手 清了清嗓子 已经站起身 做好了准备 丁雪看他一眼 你这么激动 做什么 唱歌呀 江晴不是要唱吗 你现在就起来排队呀 不是 你没听吗 老江要找人激情对唱朋友 除了我这个富二代 谁还有这个资格 两人刚说完话 刚说完话 江晴就站起来 从王海逆的手里 接过麦克风地 把其中一支 递给了冯南叔 曹少爷嘴角一抽 坐了回去 眉心紧皱 人就算再狗 怎么可以这么狗 放假之后的狂欢结束 大多数人 都决定在第二天回家 江晴也早起去了门卫视 把昨天买的礼物 装进后备箱 打算吃过早饭 就把冯南叔带回去 休息个一两天 然后再去户上一趟 秦静秋帮他在户上拿了快递 目前正在办手续 等审批完了之后 就可以动工盖总部了 江晴打算先去转一圈 另外 快点餐似乎有计划 要趁着年末这个时段 铺开户上的外卖市场 估计是要和饿了不抢地盘的 这热闹得看 他在脑子里 给自己列了个时间表 从现在到过年 还有八天 一周之内溜达回来 在家老老实实过年 他这么想着 然后回到了林大 就见到了自己的两个假期 限定吉祥物 杨树安和郭子航 说 我们在这儿 义父的风姿 越来越潇洒了 江晴把车停下 降下车窗瞅了一眼 身体挺很不错呀 我瞅着你们的身板掐指一算 就知道 你们搬东西很厉害 郭子航和杨树安对视一眼 没什么 说着玩的 赶紧上车 吃过早饭赶紧回家 哦 郭子航和杨树安 绕到后面 打开了后备箱 打算把包放下 结果就看到了无数的礼物 在后备箱堆满了 两个人再次对视 明白叔叔 义父 为什么夸他们身体好了 中午十一点多 回到几周之后 江晴和冯南叔 刚放下车 就开始四处送礼了 杨树安和郭子航身体好 负责搬运 六婶 这是南叔给你们买的 林川那边的糕点 还有给送六叔的酒 二叔二叔 南叔给你买茶叶了 三大爷 喝过这个酒吗 南叔给你买的 你以后帮我盯着他 少让他吃糖 哟 这发票 怎么还忘了拿出来了 说听见 南叔给你们家乐乐 买了个小书包 不是快上学了吗 江晴这一路叨叨叨的 比冯南叔还积极 然后小富婆就在后面跟着 贴贴着江晴 在大家夸他的时候 忍不住鼓起粉塞 杨淑安在旁边看着 这要是不结婚 完全没办法收场了 不结婚 我感觉义父以后 连小区门都进不去了 不知道结了婚 还住不住这里 如果结婚了还住这里 那要是吵了架 被轰出去的 还不得是我说 江晴送完最后一盒茶叶 转过头 嘀咕什么呢 杨淑安拍拍肚子 书 饿了 先去买个泡面垫吧一下 然后休息一下出去吃 也行 江晴转头去了 三大爷的超市买泡面 然后就见到三大爷 笑眯眯的看着他 男叔嫁得来了 江晴 郭子航和杨淑安 看见他愣在门口 忍不住跟了过去 怎么了 这老头要是也参加团包大战 我可能打不过他 太会把握伤机了 本章完 就会把握伤机了 好 冰了 你 有